第二屆全國兒童畫展的評審工作 是由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王宇清主持的 評審委員由姚孟谷、夏欣、何欣銘、 許貴生、鄭明敬、陳徽忠、陳楚世、 朱維白、劉振元、何浩天等十位 他們將在三天之內 從9767件印尊的圖畫裡 選出2000件入選的圖畫參加展覽 並且從這2000件作品裡 選出20件金牌獎、40件銀牌獎 和60件銅牌獎分別頒給獎品和獎賬 今年印尊參加的學校非常踴躍 共有450個 金門就有10個 而馬主地區也有8所小學 送圖畫來參加印尊 所以預料今年的作品 水準會比去年好 裁判